大家好 欢迎收看续句圣经365 我是巡礼会风灵教会的薛永生牧师 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 是到了耶利米书27到29章 神一许我必兴起的话 深深振奋着耶利米 现在的耶利米 与23章以前思维和心智的观景 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其实他服侍对象的悖逆依然 服侍环境的严峻依然 患难刀剑深渊的危险依然 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利米经历了26章 被众民污蔑你该死的审判 到了27章还为自己做一个大木鳄 还要套在景象上示众的羞辱 28章公然在玩的亲信先知说 你必要死的断言 29章刚冒大不会与生命危险 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敌国的百姓 不但鼓励他们安居在该地 并还要为掳掠之国求平安 由此我们显然可见 服侍环境的挑战没有见减缓 反而是雪上加酸 是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的局面 但我们看这四章里面 面对每个服侍内容 无论多尴尬 丑化羞辱 耶利米先知已没有一丝哀怨诉苦了 也没有一回眼泪求助了 二十三章五节那句话破黑暗长空 看了时候将到我要兴起的话一出 我们看见首先被神兴起 尖力壮胆的 正是神所托付的他的仆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与这位被神已兴起的仆人耶利米 随他前往二十七到二十九章 富贪到火吧 第二十七章 尤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登基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做神所与恶 加在自己的景象上 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 见尤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 把神所与恶送到 以东王 摩亚王 亚门王 推罗王 西顿王那里 且嘱咐使臣 传与他们的主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用大能和身出来的绑壁 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 牲畜 我看给谁相移 就把地给谁 现在 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的手 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 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 使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 那时 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无论哪一帮 哪一国 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疫 刑罚那帮 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至于你们 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 圆梦的 观照的 以及行邪术的 他们告诉你们说 你们不知服侍巴比伦王 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要叫你们迁移 远离本地 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 使你们灭亡 但哪一帮肯把景象 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服侍他 我必使那帮仍在本地存留 得以耕种居住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 对犹大王西底加说 要把你们的景象 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 服侍他和他的百姓 便得存活 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 刀剑 饥荒 瘟疫死亡 正如耶和华论到 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 不可听那些先知 对你们所说的话 他们说 你们不知服侍巴比伦王 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耶和华说 我并没有打发他们 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 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 赶出去一同灭亡 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可听那先知 对你们所说的预言 他们说 耶和华殿中的契民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 即使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不可听从他们 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 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 他们若果是先知 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 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 是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 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论到柱子 铜海 盆坐 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掳掠犹大王约亚靖的儿子耶格尼亚 和犹大 耶路撒冷一切贵皿的时候 所没有掠去的器皿 轮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 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 那时 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 交还此地 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二十八章 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加登基 第四年五月 即便人压朔的儿子 先知哈纳尼亚 在耶和华的殿中 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二年之内 我要将巴比伦王 弥补贾尼萨 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 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 都带回此地 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尽的儿子 耶哥尼亚 和被掠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 带回此地 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 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 对先知哈纳尼亚说 阿门 愿耶和华如此行 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 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 和一切被掳去的人 从巴比伦带回此地 然而 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 你应当听 从古以来 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 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 先知欲言的平安 到话语成就的时候 人便知道它真是耶和华所拆来的 于是 先知哈纳尼亚 将先知耶利米 景象上的恶 取下来 折断了 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二年之内 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 折断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的恶 于是 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先知哈纳尼亚 把先知耶利米 景象上的恶折断以后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折断木鳄 却换了铁鳄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已将铁鳄 夹在这些国的景象上 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 他们总要服侍他 我也把天野的走兽给了他 于是 先知耶利米 对先知哈纳尼亚说 哈纳尼亚 你应当听 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你 你竟使这百姓 依靠谎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叫你去世 你今年必死 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 这样 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第29章 先知耶利米 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贝鲁的祭司 先知和众民 并生存的长老 就是尼布贾尼萨 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 这在耶格尼亚王和太后 太监并犹大 耶路撒冷的首领 以及工匠铁匠 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 他借沙藩的儿子 以利亚撒 和希勒家的儿子 基玛利的首祭去 他们二人 是犹大王西底家 打发往巴比伦 去见尼布贾尼萨王的 信上说 万军之耶克华 以色列的神 对一切被掳去的 就是我使他们 从耶路撒冷 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如此说 你们要盖造房屋 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 是其中所产的 娶妻生儿女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 使你们的女儿嫁人 生儿养女 在那里生养众多 不至减少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为那城祷告 耶和华 因为那城得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 和占卜的诱惑 也不要听信 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托我的名 对你们说假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 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扔回此地 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墨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 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 召集了来 又将你们 带回我使你们 被掳掠离开的地方 你们说 耶和华在巴比伦 为我们兴起先知 所以耶和华论到 宝座大卫宝座的王 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 就是未曾与你们 一同被掳的弟兄 看啊 我必使刀剑 饥荒 瘟疫 临到他们 使他们 像极坏的无花果 坏得不可吃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疫 追赶他们 使他们在天下万国 抛来抛去 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 令人咒诅 惊骇 吃笑 羞辱 这是因为 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就是我从早起来 差遣我仆人 众先知去说的 无奈 他们不听 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 就是我从耶路撒冷 打发到巴比伦去的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论到 哥赖亚的儿子 雅哈 并马西亚的儿子 西底加 如此说 他们是托我名 向你们说假预言的 我必将他们 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的手中 他要在你们眼前 杀害他们 祝巴比伦一切被掳的 犹大人 必借着二人赌咒说 愿耶和华 使你像巴比伦王 在火中烧的西底加 和雅哈一样 这二人 是在以色列中 行了丑事 与林舍的其行淫 又假托我名 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 知道的是我 做见证的也是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论到尼西来人 是玛雅 你当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曾用自己的名 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 和祭司 马西亚的儿子西番亚 并众祭司说 耶和华已经立你 西番亚为祭司 代替祭司耶和耶大 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 好将一切狂妄 自称为先知的人 用家家住 用所所住 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 向你们自称为先知 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 因为他寄信 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 被掳的是必长久 你们要盖造房屋 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 是其中所产的 祭司西番亚 就把这信 念给先知耶利米听 于是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 你当寄信给一切 贝鲁的人说 耶和华论到 尼西兰人 士玛雅说 因为士玛雅 向你们说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 他使你们 依靠谎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刑罚尼西兰人 士玛雅 和他的后裔 他必无一人 存留住在这民中 也不得见我 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 因为他 向耶和华说了 叛逆的话 这是耶和华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